新来的林大人不仅满腹经纶 还秀美风流让人忍不住想了清静 是啊 谁又想得到 林大人不仅学问好 叫的 那也是顶好呢 面对这些 林大人的回应只是低垂着双眼看似毫不在意的冷哼一声 又有多少人知道几年前的他们也曾神仙眷里一般 可是有一天他说 我有钥匙必须回京 辞去数年 你若愿意 我回来找你 书生将映着身体冷声拒绝 不必 山间读书寂寞轻朴 他紧抱怀中的书卷 眼中再没了网络温情 你我相处 削起来 喝谈以后 红衣少年不解 只当书生是在弃恼自己的离开 他坚定地躲开了少年生过来的情谊 不是 我往后定会是明满天下高居庙堂的贵人 书生的眼中忽然有些陌生的愿望 他接着对少年说 而你 却是太简单 让人知晓我们的过往 与我名声不利 臭骨挖嘴的话终于刺到了两人的心中 书生在情绪飘散之前拒绝嘴身 藏住了满眼痛楚 他被对着少年毫不客气地说你怎么办 来日若相见 就当不识的 就当不识的 少年手中的刀鞘握了诱我 来日若相见 如何做过客 如今书生已成御史林大人 林大人要请我这太监者帮忙 你什么理由呢 就在昨日 御史台出主不应当中在诗中 对当朝大太监寒沙摄影 大太监弃急 连夜就把人弄进了左卫斯 生不能死不躲 众文人心急如焚 也只有击骨鸣云的名乃 在角落里无声提笔的人 顿了顿天马 窗外街道传来一阵喧嚣 说曹操曹操道 是左卫斯的左博 领头的正是那大太监之沐影风 老太监手下第一掌牙 杀人如马狠独至极 虽然人唾骂 却也无人能奈何 林大人看了看那人便起身要走 林大人可有高见了 林大人没有看他们 留下一句出去走走便离开了隔间 他写好一封拜帖交与书童 你将这帖子送去 那个人的名字 被梗在咽喉史中不得出口 林大人最后只是交代一句 要书童务必交到他手中 书童自小就跟着了 两人的过往自视清楚 此时隔间的众文人 见林大人离开 又开始交流各自的高见 说着林大人素与楚大人交好 出了事还不是明哲保身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行 林大人就当时过往的风一吹 就散兵未尽心意 只督促书童速速送好拜帖 书童忧虑林大人将要遭受的苦难 木将军若要为难你怎么办 林大人双手撑在栏杆上 他向上吐出胸中一口玉气 为难啊 不也是我活干的 林大人想让我放人 总得给个能让我满意的理由吧 晚出经伦的林大人 开始条理清晰的陈述 被抓之人的背景和人脉牵扯 可事情若能如此简单解决 他又何必亲自前来 果然木绍斯一把甩开了他的脸 林大人特意请我前来 便是让我听你这些废话的 那你未免也太天真了些 跪坐在地的林大人摸了摸嘴角 心里明知嘴上却还是故意问着 那你想听什么 木绍斯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 林大人当年所言所行如此决绝 时隔三年再见不应该给我个解释 林处不再看他 心中的秘密绝不能从眼中流露 那件事你记了三年了 倒是我的错了 木绍斯被碾碎了一地的心 全部化为凤雷 这三年来我一直给你醒醒 你从未回顾我之言听 如今倒是为了个不相干的人 主动说起网路就行了 林处你把我当什么了 那双冷漠的薄虫 说出的只有无情的话 记忆分析 自当断的干脆 木绍斯见他依旧油盐不济 索性掏出了一样东西 他说那是前些日子 去看望在山间读书时的老师 是永远整的 刚刚还人淡风轻的脸骤然变色 那正是前几日在他房中丢失的事迹 里面的秘密绝不能让他发现 可此刻高高在上的人 正笑得高深莫测说出的话 让林处几倍发凉 此书牵扯到十年前的一桩谋反答案 这可是一本反书啊 林大人要做何解释啊 所谓四里可没有一个 像林大人这样只会耍嘴皮子的人 不知林大人进去了能挨过几个 林处咬紧牙关 绝不让自己在刚开始就露出破绽 木绍斯清清楚楚地明白林处的要害 他只起身收起那副假笑 直言 就算林大人不敢招人 那平日里与你往来密切之人吗 浴室台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仁 林处强迫自己抬起头指示他 木绍斯拿着这最终大可装 我下语细细考问 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你不清楚吗 只不过是看你想不想再做 那书上的名单皆是无辜之人 林处不得不答谢 而木绍斯还沉浸在自己的愤愤中 冥满天下 高居庙堂 太简直人 林处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开始解自己的妖带 换自己的衣裳 他说那书不过是自己觉得里面有几年试词写的诀妙才留下来 木绍斯瞧了一眼他在熟悉不过的身体 一瞬间满腔怒力止不住 我若省你 那么此刻我们就该在狱中相见 林处从来都不信 是不是 林处没有理会木绍斯的怒目 他只是想他走了过去 木绍斯 学生这个口供宁可还满意 满意啊 我可真是满意几了 林大人既然如此之行之取 木某便确之不公 颖峰啊 并非我不信 而是我不能信 十年前那场谋反案的主目 就是我呀 木绍斯不知其中今天的秘密 只当是他竟要为了别人这样出卖自己 可三年的想念 林处只敢用这样的方式汲取他的温暖 你睁大眼睛看看啊 他们都是因为你而死 十多年前的林处被按在墓碑上 他是罪人 他害死怀王连累众人 因为怀王世子谋反 是小林处城上的罪证 可和世子交好的 也是他 小林处跪坐在墓前 接受着活着的人的惩罚和诅咒 你不得好死 你会遭报应的 小林处眼神木棱 他抬头感受着倾盆大雨的锤打 他从不信上天的报应 所以他用自己的双手去报复 可是 父亲啊 我好像越走越远回不了头了 怀王府处决那日 一个少年躲在暗处 小郡王常年在外 事发时世子找人顶替了他 小郡王在出逃途中了解到 这场霍端是世子与交好的一位少年往来 是传出了什么文征诗词 被告发到盛前引起的 可那少年不知死活不知所踪 小郡王一律甚多如何一走了之 他要静静查明真相 定要还父兄一个清白 凑巧的是 不远处路过一行人 正是大太监前来接乡下者的 可来接人的人只知其性命 个个都不曾见过那者的面容 小郡王心生遗迹 而那生死不明的少年 正被人送往白鹿州 成了山间一名倾苦的书手 多年后林素走在书院的路上 突然之头一阵阵哨声 林素抬头一瞧 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 只是和自己相比 这少年未免太耀眼了些 那少年说自己是来找林师兄学习的 不曾想 林师兄这般年轻 还生得这般好看 我不识的你 林素收回视线转身就走 那少年利落地跳了下来拦住了去路 在下沐颖峰 那间四目公公是我亲叔叔 林素错愕地把少年灿烂的笑颜 寄入了心里 没想到有一天一个人找上了他 那人经说沐颖峰其实是怀王之子 假托宦官知之入京 倘若他知晓是林素主导怀王谋逆案 必成大火 原以为那是上天的垂帘 没成想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所以接着沐颖峰要进京分离的时机 林素强忍疼痛分手 来日若相见 就当不时的 林大人当真是好狠的心呐 这头刚下沐绍斯的床那头 就能说出除掉他的话 林素为了救出好友不惜 搭上人人喊打的大太监支持沐绍斯 他们本应该就那样厮守一生 却因为一场阴谋 站在了绝不可原谅的对立面 沐颖峰一夜尽信后 穿上自己的衣服 他看了看林素的屋子 三年前那个要做明满天下的贵人 怎么穷苦到连屋子都是漏语的 沐颖峰眼中净显讥 林素挡住满是痕迹的身子 丝毫不在意他的嘲笑 与其平静地说那本诗迹还给我 沐颖峰想要看到他示弱一次真是艰难 尽管他气愤林素为了别人出卖自己 他还是把书给了林素 林素看了手中这本堂 有十年前密谋大而秘密的书片刻 便扔进了火盆中 他颤抖着拿起自己的衣服穿上 沐颖峰见他一副虚弱不堪的模样 尽管心疼嘴上依旧放出刀子 林素却是沉浸在一阵后怕中 沐颖峰换个身份在京中折服多年 如今这世纪已经被他翻戳 他绝不会就此罢手 事业 御史台内 林素脸色苍白地先连而入 里面本后已久的沈泰令直笔一顿 一鸣可算来了 只是沈泰令见一鸣行动与平日为师 有一便触口关心 一鸣只说是被狗咬了便直入正体 大人深夜召唤有何吩咐 他垂眸便看见沈泰令的折子上 写着要参大太监的内容 可大太监自小就办了圣上 这样怕是连他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动 林素心中一阵阵酸痛 不过片刻 他便听见沈泰令一份填 应要阻止移山之人 林素此时提议了一句 若要撼动这大太监 须得拔起立爪 断起钢牙 依学生之剑 当初沐影风 他低着头把眼神藏进昏暗的灯光中 暗桌下躲在衣袍里的手 用尽了力气 是你的父兄害死我父亲呢 你叫我如何踏过这血海 与你海石山芒 林素永远都会记得那日 父亲被锁链拖转 而去亮枪的背影 尚是质子的 他只是觉得那时的父亲很痛 他在后面心慌焦急那寒碗 父亲只是沉默地回过头 是一小林素莫要再跟上了回去 可林素分明 看清了父亲眼中的悲凉与不舍 他在家中苦等 三日终于等来了父亲的回家 只是这一次 他再如何呼唤父亲 也不能有所回应 这一切都被怀王府所赐 怀王世子虚恒广内贤财 范夫走独 亦或是山野村夫 皆可凭借自身才华 踏入怀王府高门 小林素不知内心上充满了 凡夫所子不能反抗的强权气息 林肖不愿小小孩童就被俗世沾染 他决定这次依旧回绝 世子字字都似在诉说 对才子穷而不得的惋惜 只有一旁的都市深谙其中傲秘 他句句都在传达 自己对美人强取豪夺的笑想 因为那才子 更有一副惊世绝艳的容颜 都市心领神怀 此等孤傲之人 惯会拿捏身价 不如让再下去请他一起 于是当日衙门里便派了侍卫前来请客 林肖知晓这一眼怕是最后一眼了 他教了那么多小孩读书 诗字却大概是没时间再教会林肖 要如何应对这事件的诸多不公了 此刻他只能摇摇头 希望林肖就此打 年仅11岁的林肖 岂能懂得背后的身影 他只知道好好的父亲 被一张迫不盖着 伤痕累累的扔回了家门口 他只知道高门不仁 他一定要替父亲讨回公道 他不知道天大的冤屈 在强权面前 就是被踩在脚下的蝼蚁 瞬息间就能被风吹散 被泥土掩埋 林肖今日才清清楚楚地明白 原来高门贵咒 是可以将一个风骨之人 编排成一个贪婪不堪的恶死鬼 就算是年幼稚子都懂得分辨 被扔回来的父亲面夹 凹陷腹部干别口唇干练 他的父亲分明是饥饿 多日被折磨至死啊 灰暗的真实被小林肖一眼挑破 高门的尊严意识 无处安放 是为拔到坚决捍卫主上的地位 庆幸终于有愁愁 不敢上前的百姓 为了护住一个无辜质子挺身而出 君业宁大人大量 万万别于一个不懂事的孩童记脚 他把林肖挡在沟楼的身躯之后 孩子快把你爹带回去吧 这是有怀王府 有虔诚你惹不起的 林肖身负巨大的血债 他上位父亲究竟是如何被害止 因为一具怀王府 从此就要退避三圣呢 不觉不 瘦弱的林肖跪在怀王府门口 三日过路行人 无故可怜孩子的悲惨 此时怀王府终于有人出来回应此事 一个野小子弄来具尸体 就敢敲怀王府的主堂 天真的小子以为自己能用成一位父亲招雪 当他被墙按在地上时 他才明白原来万路招招 却没有一条是能让自己深冤的 他稚嫩的面庞带着不甘雨无味 在权贵们的一拳一脚下 想要熬出一条宫群的小路 轰隆的雷鸣声在宣告他的失败 满身伤痕的灵素 跌落在被血水浸透的泥土尘埃 天下嚷嚷皆为立网 人人都被迫沉处于怀王府的权势 那么自然也惧怕 靠近被怀王府主打的灵素 雷鸣声中掺杂着一道车轮滚滚而来的声响 一把油纸伞在雨雾中滑开一道水 灵素抬眼看向他在怀王府前为自己遮雨 雨水让本就混沌的他只能湿得寥寥一个雨 他最后听见那人感慨上尉之人 何时才能明白他们随心而出的一句话 便是无辜之人的灭顶灾火 灵素不甘心地闭上眼彻底昏了过去 数年后怀王府覆灭 却遗漏了一个常年在外的小郡王 他绝不相信自己的父兄会做出谋利叛乱之事 揭发检举之人早已深藏公寓民部之所谓 无论那人生死小郡王是要把事情原委 插个水落石出替怀王府招雪 灵素已是会有折服在世子身边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他无法让蒙羞折辱至死的父亲活过来 既然朝廷律法天下公道都只眷顾高门贵重 那么他只能靠自己把世子的人头奉到父亲面前 他终于大仇得罢 可他竟没有一丝痛快之意 他除掉的不止是怀王世子 还有众多被连坐一起陪葬的无辜适应 那一座座墓碑是对灵素无声的质问 他麻木地跪在墓前接受侥幸狗活之人的唾罢怨他 灵素你空有这身才华内心 却阴暗下作你睁大眼睛 看清楚他们全部都是因你而死 你永远对不起他们 他们和当年被破骨盖着的父亲没有区别 现在的自己和当年的世子也没有区 灵素终于变成了那个在盗雨中愤恨不甘的致死 最痛恨的女孩 父亲来这世间果真有报应啊 可我好像早已回不了头了 次日灵素被送出淮州去往松山书院 在枯燥乏味的日子里他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自称是木经德大太监的清整木影风 他和自己不同 他的眼睛能照射出明媚的阳光 木影风这一顺的笑容是灵素从此以后都要刻记在心间的秘密 在阴暗中徘徊的人谁不渴望靠近日光 而灵素清冷孤傲截然一身的气质 让在幻海中浮沉的木影风感觉内心再没有比此刻宁静了 他们都以为自己找到了不堪生命中的救赎 他们顺利成长的相爱 然厄运专挑苦命人就连这谨慎的微光上天也要财然的过去 灵素猝不及防收到了主人的一封信 日日和自己形影不离的木影风并非木影风 他竟然是怀王府侥幸存活的次子 借机夺了木影风的身份方便复仇 不过与自己巧成同创 灵素可笑 两个隔着血海深仇的仇敌 竟然荒谬的成了不可失去彼此的恋人 灵素可悲 为何上天要把自己在乎的人一一夺走了 就在灵素收到这宛弱晴天霹雳的消息时 木影风也图有及时需要回京 气血的残阳中 他一身红衣眼底是明显的不舍与愧情 此去三五年 之后我定回来找你 他紧握双拳告诫自己定要守住背负的秘密 绝不能让灵素跟着自己一同涉嫌 灵素紧闭双眼眼下极致的痛楚 坚定的一口规矩 他睁开双眼后 已然成了木影风不曾见过的陌生模样 山间读书寂寞轻苦 你我相处派遣而已和谈将来 眼中的冷冽锋利的刺痛木影风 他莫名的心慌想要触碰那个自己熟悉的灵素 然灵素忽然嫌恶地躲开 甚至后退几度将两人的距离拉开 再看向木影风是眼中再没有一丝旧情的余温 清冷坚定的声音有力地刺破 我徐徐寒风送到木影风的耳边 我欲弥满天下高居庙堂 而你却是太监者 让人知晓这段过往与我名声不利 咽喉心脏肺腑孤如刀割 灵素再也强撑不住 转过身去无力地说出气血的话 你走吧 来日相见就当不始的 他绝不敢让身后的木影风 发现自己绝情之下的人 倘若你知晓我的过往 我便将彻底失去你曾给予我的温暖 我太贪心了对不起 你是我要抹掉的过去 既然要分别又何必脱泥带水纠缠不清 三年后经中 灵素成了御史台弃品监察 此刻同僚们继位昨夜之事月月高谈 御史台主部楚环清音当中 影射大太监木经德被连夜下内遇生死不眠 火热设法救人的同僚们 从月明星上讨论到日落西山 窗外的街道忽然一阵骚动 有人探身而出 是那老太监手下第一找牙木影风 灵素闻言顿笔侧身看去 是他呀 他还记得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也是在这样一片余晖中 如今木影风可以被灵素等人 尊称一声木将军了 灵素看着飞尸而过的人一闪而去 片刻后他拿着方才写好的 拜帖起身而出换来小人 一将这帖子送去 无论灵素如何强迫自己 都无法喊出那人的名 曾经那段感情太美好 是自己亲手掐断的 小童看到木影风的名字 是变得惊慌担忧 先生啊 您与木将军三年前 如今您这般他若有心为难 您可如何是好啊 为难啊 这不是他应该的吗 这不就是我的报应吗 所以老天偏叫他有求于人时 只能求到木影风跟前啊 木影风没想到三年前 并自己如蛇蟹的灵素 有朝一日竟会主攻找上自己 灵大人想让我放了一个 不知死活当众 咒我亲叔叔的说呆的 你是觉得我很闲 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以为你是谁以什么身份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当这个说客 今日木影风愿意来付灵素的约 全然是因为心里解不开的那个钱 他要当面问亲子 灵大人不觉得当年 你那样决绝欠我一个解释吗 木影风在心里告诉自己 只要他愿意解释 只要他和自己在一起是真心的 那么他就真的愿意和他继续走下去 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听到这样的话 可是他没有如愿 灵素哽咽过后又故作无情的模样 这件事让你记了三年吗 倒是我的过错了我可以道歉 木影风凝忍的情绪终于崩裂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世间竟还有像灵素这样铁石般的心 这三年来你一直都在躲我逼我 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 那么期盼收到你的回信可你 你从未给过我之言片语 如今竟然为了个不相干的人 倒是主动认得我吗 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 灵素被扯的几乎不能发生 可两人靠得太近木影风还是听了个真切 你是我要抹掉的过去 既然要分别又何必拖泥带水纠缠不清 若世上能有一种宝物可以窥探人心 那么木影风一定可以看见灵素 看看拼凑起来的破碎的心 可惜世上没有 木影风只看到灵素很绝无情的外表 恨不得将灵素里外抛个干净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做成的 可他到底是舍不得呀 那么多日夜的温存 他不信灵素给他的真心 都是假的 他在赌气中必有隐情 他拿出那本灵素绝不能被人发现的名册 恶狠地质问灵素 你还是什么都不肯说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 我想灵大人有必要解释一下 木影风说自己回了趟书院 去了灵素原来住过的那个房间 果然发现了手中这本试剂 灵素没有细究 他为何回书院 又那么巧思了自己的房间 他的注意力全部在这个试剂上 即日前主人才提醒自己 木影风重游物地从房中拿走了什么 不曾想命运禁组是这般巧 那时的灵素精心设计 让大家编下这本试剂 才借此发挥指证怀王府魔秘大罪 他偷偷存留下来 时刻提醒自己手上早已被鲜血扰 想到那一座座墓碑 灵素的耳边至今仍有声声气力呐喊 他们个个都在喊怨 木影风看着灵素冷汗直流的脸 以为他是在为自己将要面临的酷刑而惧怕 错 灵素早已只是一具 无畏生死的行尸走肉吧 可诗集内上有当年逃亡的幸存之人 灵素绝不能让木影风借此机会追捕救人 若能将诗集的事就此结果那么丢掉 只剩奥补又有何法 灵素堵木影风还念着就情 否则他早已手握自己谋反的证据 大可直接将自己压入那语言行逼供 今日他绝不会来扶此 若能用这句身体换回那本诗集 那么自己是否能算为当年的是赎罪呢 暗自较近的木影风见灵素开始宽衣解长 心中如被千万一重砍尸 当年是他亲口说厌恶自己从此两度相干 如今他竟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书呆子 做到如此这般 木影风纵视对灵素万般思念 也不能原由他这般做尽自己 三年前你说来日若相见便当不实的 做梦 今日经中重逢我偏要你入 从此纠缠不清要什么爱人 一贯僻静清冷的破竹屋内 此刻竟被翻驳日光烤的煎熬难耐 那可是许久都未曾触碰到的日光啊 然而屋内还有不能见光之物 灵素虚弱的靠起身所要自见整袭的酬劳 灵素接过世纪看了两久便将他送入火盆中 木影风茂名在今多年 就是为了查清当年救案 如今此书记忆被他翻出 那他绝不会轻易罢手 全下之人已不得安息 那么无能做的就只有保全尚且 藏在不知何处的心中 无计代价 司级此灵素难忍身心疼痛 心中已然做出一个残忍的决断 事业他前来御史台与沈泰令相会 经国有燕嘴 人人为其视聚而监口 无等见臣 当直言毁毙 此而不改 岂能见困阻而不为 灵素闻言气若犹 自然自自坚定 如此 以学生之鉴 当初木影风 若想彻底扳倒木经德 须得先拔起爪牙 影风啊 我已然是个罪人 从我们相识那一刻起变 都是不应该 我想要回你的心 你却想方设法要取我性命吗 他们接受命运的巧合 在松山书院相遇相爱 而又决决分离 三年后他们又在命运的安排下重逢 只是这一次当年满目阳光的红衣少年 早已是人人唾弃的幻海爪牙 人人恨之 却不得不拒之 灵素看着眼情的人心中百转千回 情何爱是他最不敢奢求的东西 影风啊 我们早就回不去了呀 如今我只有这贱命一条 若能就回一个赶站出来 和这破烂世道对抗的人 那便是直当的 所以当灵素远远看着楚大人 踏着破碎的夕阳 走出牢狱的大门时 他竟暗自庆幸 若是九泉之下的冤魂能看见 那么哪日下去相见了 他们的怨恨是否会少些 他没有参与众人 为楚大人的安全而欢呼的热闹 繁华嘈杂的事迹 似乎也将之隔绝 灵素微笑着向楚大人告别后 便转过身消失在红色的漫步之下 此前被木影风好一番折腾 此刻灵素正忍着疼痛走在街上 一直跟在身后的人这时开了口 以图我伏地做小求我放人 怎么不去告诉他事情原委讨个人钱 燕族过后的人此刻的语气轻挑 灵素冷眼回头 马背上的人居高临下 他的眼神亦带着上位者 对卑微之人的蔑视 他笃定向来清高的灵素 只会把这事烂在肚子里 可他偏要当面撕碎灵素对自己的高傲 莫不是灵大人同人说不出口 你到底是怎么求的我 说到这木影风笑得更残忍了些 他的眼皮轻开 露骨地把灵素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 仿佛破竹屋内发生的一切 都让木影风回味无穷 旁人应当想不到 灵大人不仅文章写得好 叫得也十分好呢 尖锐的话一字一字地扎向灵素的心 可木影风这样做 何尝不是在刺痛自己呢 他没有得到灵素任何回应 他为什么不质问自己 为什么不指责自己 难道他已经对我失望至此了吗 木影风的心中百般不是滋味 灵素腹部的疼痛愈演愈烈 他快要站不住了 可他不知为何宁愿强忍着挪到墙角 靠着也不愿意让木影风看见自己的脆弱 可木影风的视线从未离开灵素分毫 怎么会看不到他亮枪的背影 凌乱飘忽的步子将倚靠在墙的竹竿洒落一地 木影风终归是心疼的 他看着灵素颤抖着滑落在地 三年来那缩在一团的身影在梦里总是挥之不去 他身子不由自主地就上前走了过去 木影风没法假装不关心 他眼中故意流露的轻挑早已被满是担忧取代 灵素紧捂着腹部要紧牙关 任凭木影风如何询问都绝不开口吐露一声虚弱 木影风只好跟着蹲下来凑近些观察灵素的状态 灵素此时已是脸色苍白冷汗直流 木影风没有耐心再和他演什么故作坚强的戏码 他利落地把人抱起抬腿就要回复找个大夫来 一直无视木影风的灵素终于有了点和活生生的人一样的反应 他挣扎着推开木影风要下地 你做什么 快放我下来我不去 木影风见灵素修脑莫名的心情好了些 他又故意提起昨日的快活 我还不曾这般没心肝 这点不值钱的体贴还是有的 还是说林大人担心叫人看见我们这副模样 觉得与我这种坚定小人来往会坏了林大人的亲命 木影风不知灵素是怕自己要除掉他的决心有分毫动摇啊 难道林大人昨日就不觉得快活吗 念念不忘的人又重回他眼前 这大概是木影风三年来真心感到快活的一晚吧 他跟着灵素一路走着 看着他色缩着墙角 最后又抱着他回府请了大夫 只是大夫把着卖百思也不得灵素腹部疼痛的缘由 木影风看了看灵素修脑的飞红的面色 走过去坐到他身边去 思索片刻便抬手抓起灵素摁在腹部的手 眼底渐渐浮上笑意 我看你摁了这里许久又一副不愿开口的模样 难不成 说到这他掰过灵素已经转过去扭捏的面庞 是不是我昨日弄疼你了 他看着灵素修暖的模样心中难得轻松了不少 此刻他觉得他们之间好像回到了三年前眼里只有彼此的时光 他轻笑一句 从前你倒是不曾像这般不经事 木影风轻易地推推灵素捂着的手臂 心情大好的开口道歉 是我的错下回倾斜好不好 木影风已经开始物资憧憬他们就要重归于好的未来 他把灵素的抗拒当作是情人之间欲情故纵的把戏 木影风拉着灵素强行正好玩闹了一回后门外送来一封信 他看了信件便起身安置好灵素 天色已晚城门早就关了 今晚你便在这柱下巴 木影风心里确实是把灵素放在信件上的 不然怎么会担心灵素被人看见在自己府上过夜 他偏不承认 木影风偏偏要把这名头扣在灵素头上 说什么你若担心旁人瞧见 那我天不亮便拆人将你送回去好不好 他没等到灵素说好还是不好 方才泡沫一般的情意开始消散 木影风借着处理事情的缘由结束了这场自说自话 他坐在案前处理刚刚的信件 任由身后的人安睡 然而踏上的灵素正睁着双眼警惕地注意木影风的一举一动 他昨夜才向沈大人建议除掉木影风 而今夜是接近他的最好时机 灵素从未施满面地从睡梦中惊醒 可那并不是虚假的梦境啊 而是灵素真真切切经历过的悲惨回忆啊 此刻正抱着自己熟睡的人不知在梦中有何好事 他嘴角的笑容明显 灵素看向身侧的木影风 我的父亲死在女父兄手里 而我又亲手将他们送下去给父亲谢罪 影风啊 若你知晓你正在追查的真相是这样残忍 你还会愿意抱我吗 手上的伤痛早已愈合 可不可磨灭的疤痕时刻都在提醒灵素他遭遇的不公 他拿开那只有力的手起身 待到早朝时他孤身站出参奏木影风 未必向明知三人丧命 呈给狱前的正是当夜木影风收到的信件 人证物证俱在 一时间朝堂之上安静的可怕 灵素的声音诚恳笃定 卑微的身躯却又坚韧 文武百官开始暗自佩服灵素的勇气 沈大人只等圣上下令追究他便成圣追击 再添一把火彻底把大太监拉下 然而大太监穆金德与圣上师子 儿时至今四十余年的情谊 岂会任一个出出茅庐的小生挑拨离间 穆金德三言两语便把木影风摘了个干净 圣上把粗略扫了一眼的所谓证据摔在桌上 一句既是料理妥了那便 不必再提便是对此事的裁决 灵素不可置信 那可是三条人命啊 然而他的为民请命在圣上眼里 不过就是无事生非搬弄口舌 灵素当听参奏木影风的结果 就是被罚奉半年 百官们都懂得顺势而为的道理 出了圣上的眉头 人人都要上前来踩一脚 而那个在灵素面前大意凛然地说 岂能见困阻而不为 要直言毁比死而不改的英勇 建成沈大人却是不可察觉地 把写好的奏章藏回了袖子里 此刻的灵素像是被无声驱逐的一类 他艰难堆积的决心 也没潇洒地秋风吹散 利而无害 成而不败 生而勿杀 于而勿夺 乐而勿苦 邪而勿怒 尚未之人都懂治过爱民之道 可他们偏偏要对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 那可是活生生的三条条人命啊 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抹去了 就如他的父亲那般 灵素只觉得彻骨的寒凉 这天底下一拳仗是草间人命的故事 亘古无边让人麻木 可总有人要撬开压压黑云 让挤在漏像中不见天日的苦难之人 看到头顶的一方晴空 从父亲亡死那一刻起 灵素的人生便只有复仇这一件事 可当大仇得报后 他的余生便都是无尽的赎罪 用钱 用权 以名 以利 倘若能救下一个 死见一无所据 唐人应当想不到 轻刀正经的灵大人脱了衣服之后 是这般下贱吧 灵素孤身一人参奏木影风无果 灵民百姓的生命 被圣上一句无是生非 匆匆结束在无朝雪之日 灵素一身颓然走在城门前 四下望去拘目无亲 原来这便是爱您之道梦 简直可笑至极 可灵素笑着笑着 心底忽然涌现巨大的悲伤 未明请命这条逆行之路上 寒风冷裂刺 闻讯而来的木影风 眼中早已看不见丝毫昨夜的爱意 此刻的他竟明狠地看向灵素 灵大人三个字被他咬碎了才吐出来 他伸手便把灵素拽进了马车 灵大人真是煞费苦情了 为了托我的罪证 连美人计都用上了 我说你昨日怎会那么乖真的跟我回家 明明是久别重逢 可木影风如今怎么也看不透他 明明是他躲了自己三年 如今他竟愿再三为了旁人委身于自己 木影风警觉地发现自己 竟被重逢后的心洗意识冲昏了头脑 他早该发现灵素另有目的 灵素对于木影风的愿则不做任何解释 何必解释 从一开始木影风就是他的敌人 灵素冷漠地承受木影风的暴力 他一手挥开拽着自己衣领的手 眼底尽是嘲讽之意 木将军恶名在外浑身都是把柄 美人计 灵素没有精力再与木影风周旋 他要下车 可木影风按住灵素的腹骨 提醒着灵素昨夜的难看 那你怎么不装了怎么接着捂着肚子了 你不是被我干狠了吗 你不装我怎么继续疼心里呢 木影风恨及了灵素这副甲青膏的模样 他偏要让灵素在自己面前委屈求全 灵素一句多谢木将军 请了大夫医术高明就起身准备下车 木影风此行便是特意来找灵素 此刻怎会如他所愿 他拽着灵素的脚踝狠狠往后甩去 灵素毫无防备摔倒在车里 林大人这里可是当街闹事 你衣衫不整的下车 就不怕被世人流言 你被人当街逼街吗 木影风深知灵素的命脉 他不愿然而眼下别无他法 他只能这么留住灵素 灵素趴伏在地不做挣扎 这是传出去咱俩都丢人 你的脸早就丢尽了吧 木影风心有大事 只能潜伏在肮脏幻海里寻找答案 他终究还是让灵素失望了吧 木影风沉默不语 灵素翻身扬唐 身心俱疲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 自己在朝堂上参奏了他 木影风心有怒气也是能理解的 只是灵素没想到木影风会发疯至此 他竟把自己带回了破竹屋 你到底要做什么木影风 一脸拧名之不问的表情 这不明白什么 我对灵大人还能做什么 这是惩戒吗 对灵素来说也许是的 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和木影风纠缠不清 在一不避体前他做最后的挣扎 匣子里有几两名字 木影风不解 然后他听见灵素向自己介绍 风月场里格式排面地价钱 灵素竟说要木影风拿这钱去请几个小差 他甚至拿木影风上一次讥讽自己的话来赌他 我又扭念又不惊事 就不扫木将军的兴致了 木影风随着灵素的一字一句开始浑身颤抖 当真是气急了 他朝思暮想藏在心里三年的人 此刻竟要自己去找别人 灵素你当我是什么呀 好一句来日若相见就当不识的 灵大人果真是说到做到 木影风亲手摔碎小心翼翼捧着的那点爱意 再也没有一丝不忌 灵素双手被捆在床栏上 终于愿意认真的看着木影风 你不如直接杀了我何苦要做这样无聊的事来报复我 此刻的木影风摆出失足的上位置掌控蝼蚁的姿态 灵大人认为和我做这是很无聊是吗 那我就想办法让你觉得有趣些 不如我多邀请些人来观赏你此刻的模样可好 身不由心 灵素在木影风的手指之下丝毫挣扎不得 到此时他才知晓原来木影风早已策划好这一切 他竟荒唐到以灵素的名义邀请了楚桓清等几个同僚来此处相会 身后的木影风紧贴着灵素 阴森的好似一条准备将食物拆吃入腹的蛇 让灵素不寒而令 平日里清高正经的灵大人不着寸侣会是何模样的 待他们推门而入室自有分晓 若有情人能成眷属 那便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了吧 木影风爱灵素 而灵素却一心要置他于死地 灵素又何尝不爱木影风吗 可他们之间隔着不可抹去的血海深仇啊 木影风不知他们之间的渊源 他只看到如今的灵素不把自己撞个遍体鳞伤绝不会收手 他心疼心痛又统统化作心狠 你说你这副样子被那些假星高们瞧了个惊 他们环容的吓你吗 灵素听到此话才彻底感受到木影风的疯狂 他捏着灵素的下额用足了力气 我不知你要做什么 但这惊中水浑的狠 你在巢上牵扯出那么多人 一个毫无根基的群书生被人利用 说不定每天利用都没了 想到这可能发生的场景木影风便绝一阵心慌 他得让灵素狠狠记住今日的教训 木影风深恶痛绝地留下一句理想高居庙堂 做梦便甩开灵素出了门 门里门外 纵使心中万般不忍 从今往后你与我便形同陌路吧 灵素奋力挣脱将自己的绳子 他绝不能就此被打倒 他怀有未完之事 可已经来不及了 红辽们一路虚伪已经往竹屋走来 破竹屋的门枝下一声被推开 门外之人轻声疑惑 一鸣兄 这门怎么开着 灵素眼底满是恐慌和绝望 是楚桓青 他不明白灵素为何会这般姿态被困在屋内 眼中甚是担忧 灵素任命般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红 环顾一圈又自觉庆幸 只是楚桓青一人 可其他人啊 楚桓青心有余悸 幸好在来时他便察觉到不对劲 邀请同僚来此相会 并非灵素的一贯作风 于是他便中途将人之开 灵素得到解放后便扑倒在楚桓青怀里 而在门外的某个方向 沐颖峰满身落寞地立在主影之中 屋内发生的一切他都看着 楚桓青不明所以 一鸣兄这般是为何 可灵素紧紧把人抱住 整张脸被长发掩盖 楚桓青僵硬着不敢动一丝一毫 他感受到肩上开始蔓延的失忆 灵素哽咽着求他别问 沐颖峰只有握通了手指 才能让自己保持理智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他绝不可以回头 楚桓青不知灵素与沐颖峰的纠缠 他替灵素这带好颤抖的身体 陪他平复节后余生的心机 沐颖峰终究也是要放手了吗 原来相爱之人不能相守 是这般巧人心肠吗 可就算让你恨我一辈子我也认了 我只想你们好好活着呀 与楚桓青同行的灵素 看向沐颖峰的方向 沐颖峰所做的一切 他又何尝不明白 我若要在京中立足 只有被人利用了才有存在的价值 性命 灵素哪敢奢求 他只希望自己运气好些 能活得久一些 去与这些故宫抗争到底 颖峰 我们爱与不爱早就不重要了 你与我早非同路人了